中国ESG企业社会责任发布推出的 一带一路ESG行动报告当中 领选出了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当中 对项目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有显著贡献 并且在ESG领域表现突出的十大典型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 绿色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在十大案例中 国家电网的巴西美利山二期项目 为巴西北电南宋提供了中国方案 打造了一条高效安全绿色的电力高速公路 中国石化在沙特和科威特的炼油厂项目 通过绿色清洁生产 发展循环经济 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措施 助力绿色中东建设 积极推进绿色清洁生产 发展循环经济 保护生物多样性 把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共建一带一路的全过程 在沙特我们保护植物 互杀累计在项目周边植数1.5万株 ESG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共同繁荣的助推器 国家电头的土耳其胡努特鲁电厂项目 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抗震救灾等方面促进互惠共赢发展 中交集团成建的蒙内铁路促进肯尼亚GDP增长至少2% 和钢集团的塞尔维亚 斯梅戴雷沃钢厂连续四年 蝉联塞尔维亚第一大出口企业 我们秉承三个本地化的原则 即利益本地化 用人本地化和文化本地化 为当地增加就业 改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 中国化学的俄罗斯波罗的海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 中国建材的埃及玻璃纤维工业项目 中国中车的墨西哥哈里斯科州 瓜达拉哈拉市四号线项目 中国铁建的卡塔尔世界杯卢塞尔体育场项目 中国建筑的文莱淡布隆跨海大桥项目 同样位列十大企业典型案例之中 在完善环境管理 带动产业发展 改善民生扶植等方面 为其他企业开展ESG管理与实践 提供有益参考